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学习朝全碑 今天这次课我们讲的是这一个旧字 这个字主要是上面放下面收 主要是靠上面的一个伸展的感觉 下面的话它是一个横画比较多 横向空间比较多 同时它的线条是偏细一点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下面一排一排的这种横线的话 它的一个线条感觉很细 然后和上面的这种横画和这个燕尾 包括和下面的这种树画有很明显的一个对比 大概也就是相差四倍到五倍的感觉 所以说我们在写的时候 要尽可能的去把它的一个粗细对比表现出来 当然如果说我们碰到这种很细的线 这感觉背上都看不太清晰了 我们也可以略微给它加粗一点点 加粗的前提就是我们要保证有这个粗细对比 依旧要明显 好我们开始来写一下这个字 上面是比较伸展的 同时线条相对较粗 好接下来我们下面部分的这些横向空间 基本上都要在这一个范围里边把它写完 因为我们其他这些空间的话是要流出来伸展的 它是一个放出去的一个空间 外部空间 好我们可以看到 这有四个点画 这四个点它也没有很 把这个横向的空间给它分的很均匀 它都是往中间 往这一个点的收笔方向靠拢 也就是要聚在一起 发散性的 最后这两个点靠的更紧一点 到了一些很细的这种横线 笔尖提起来一点 好要随时注意到这种粗细对比 然后这边写这个竖画的时候呢 就尽可能的多压一点 好我们在写这种横线的时候呢 也可以注意到它的一个提按变化 以及它线的方向变化 在注意到粗细对比的同时 尽可能的去注意到这些变化 那如果说第一遍没有注意到的话 第二遍再去一点一点的添加 好下面这一个数画呢 它是往外弧啊 往外拱的一个感觉 不要把它写得垂直了 往外弧 同时呢整个线它是往内收 好 这下面部分呢 它分左右啊 左右两边的横线啊 也有一个粗细对比 好 那我们这个字就写到这里